好所以I was surprised 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ED修饰人的感觉 人的感觉感到惊讶是用ED来修饰 主词是I 主词是人 主词是人 所以用的是ED来修饰人 好所以当时候当他看到了很多塑胶袋被放在桌上的时候 他开始觉得很惊讶 他对于什么事情惊讶 来这个that画起来 这个that后面加了一个名词子句 then the guest starts to pack all of the left over into the bags 帮我把这边画起来 这边是一个好大的名词子句 一个像名词句型的小句子 好那这个小句子也有自己的主词对不对 这个小小句子有自己的主词 这个主词是guest客人 然后动词叫start to start to后面加上原型动词叫开始去做什么事 所以他很感到惊讶 原来他惊讶的事情就是 the guest所有的客人们 这个guest所有的宾客都start to start to动词片语开始去做什么事 这个to后面要加原型动词 to后面加原型动词 所以这个原型动词是谁 这个原型动词就是他 就是这个pack 打包 各位写一下 这个字叫做打包 所以他感到很惊讶 因为当这个塑胶袋被放在桌上的时候 所有的宾客就开始站起来 然后start to开始去pack 打包所有的leftover 所有的剩菜 来这个leftover 老师刚刚说它是剩菜的意思 写上中文 这个leftover 是剩菜 他们把这些剩菜呢pack into 打包进去 进去哪里 进去这个bat 塑胶袋里头去 所以这里有个片语 叫做pack into 来帮我画起来 pack a into b 把a打包进去这个b里头 所以pack into pack into 打包进去 他们pack all of the left over 把所有的剩菜都pack into 打包进去这些塑胶袋当中 好 再来我们往下看 所以玉凯就告诉他 他很惊讶 对不对 I was surprised 我好惊讶 所以玉凯就解释给他听 玉凯 explained that the guest could take food home from the bandos He also encouraged me to grab some of my February Friday tarobos 好 玉凯一边解释一边也在打包 很可爱 玉凯 explained Explain是原型动词 叫解释 字尾加ed是过去式 因为这整篇文章 都是一个过去的经验 所以玉凯就解释到 解释到什么 这个that后面加了一个名词子句 好 那我们把这个名字子句 把它框起来 从这个guest一直框到哪里 框到这里来写上 它是一个名词 词性的一个小句子 然后这个小句子就放在这个that的后面 所以玉凯解释了后面这整件事情 这整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名词子句 它来当作售词使用 名词子句当售词当作这个动词的售词 主词是玉凯动词是explain解释 售词就是这一个事件 他把这个事情解释给他听 玉凯解释到所有的guest 所有的客人都可以take 都可以take t-a-k-e take叫做拿 所有的台湾的客人在参加半得的时候 都可以拿食物home take the food home 可以把食物带回家 拿回家叫做take something home 然后从哪里拿from的板得我们可以从板得从半桌这个宴会上面拿走东西 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片语叫做take something home 把什么东西拿回家叫做take a home 把a拿回家从哪里拿from板得from from是从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板得宴会上拿东西回家 再来呢 he also 而且这个he是指玉凯 玉凯也怎么样 来也复词 玉凯也encourage这个字很重要哦 encoourage encoourage这个字叫鼓励 玉凯他也鼓励我 他也鼓励我干嘛 to do something encourag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他也鼓励我去干嘛呢 去做什么事 去做 所以后面加的是圆形动词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grab 这个是一个圆v 好所以玉凯也去鼓励我encourage me to grab grab就是抓 玉凯也鼓励我站起来拿个塑胶带开始抓一些我的 mine